在我身邊有蕭政嵐 先形容一下 她很英俊 很乖 骨子女原來是這麼乖 說得我臉紅 因為我們憑報道認識你 憑角色認識你 你真正的你 將第一次展現 第一次接觸你 蕭政嵐 最近你的新聞令我很為你開心 亦為翠玉BB開心 就是你們的戀情被公開 為何會被人發現 你先說來看看 其實那天是你們去沙灘 那天是端午節 剛剛下班 跟她在香港那邊 打算找個地方走走走 不想多人 想找少少人的地方 不知怎麽大家就想了 不如我們去戰水灣 通常都會想的 很浪漫的 真的挺漂亮 因為很久都沒有做過這些事情 其實入行的十年 都不要計算不是香港的時間 都是一個很藝人的生活 很多事情就說不要去 或者你也在家裡 對 你也在家裡 避開一些人 都覺得這樣做人 其實不是很快樂 那一刻又走到沙灘 又多有趣 又跟她去踏踏水 看看動不動 怎料就這麼巧 被人拍照 你以為沒有人嗎 我真的以為沒有人 你真的很天真愛 我也不知道她在哪裏 天水灣沒有人 其實我已經很小心了 下午來 有沒有人拿相機 有沒有人拿電話拍照 差不多是黃昏 黃昏 拍到照片 不是黑黑黑的 是拍到的 拍到的 你也認為是沒有人 那些光圈的技術很厲害 我覺得現在這個世代 還會帶女生去海灘 踏踏水 我覺得是很浪漫的事情 其實我也挺喜歡跟她 做一些很蠢的事情 蠢蠢的 她真人是不是這麼有趣 我覺得她很可愛 翠如BB 我們都覺得很喜歡她 我剛才在休息中 我聽到你很喜歡 她是不是真人跟她拍電視 主持都是這樣 其實你看她做她的節目主持的風格 就是她做她自己 她很真 她人很直接 很真 她很多地方都值得我去欣賞她 很少的 因為很少人 不要說這行 就算不是這行的人 都很藏起來 很表面 但我覺得她不是 她又不怕醜 只有一句說一句 又不怕蠢 對 她又不怕你笑她 是這樣的 我覺得這種女生的特質 真的很可愛 亦都少見 港女看不到 你知道通常人家 用港女去標籤 出來又要裝得很漂亮 說話又要很嬌 總之很藏起來 但翠如BB不是 你欣賞她就是這樣 跟我們欣賞一樣 其實我認識她的時候 是跟她拍攝一部 C.I.Madam的電視劇 認識的 但拍攝的時候 大家都集中工作 因為那部電視劇 是電視劇 電視劇 那部電視劇的氣氛 大家都很重 是未出門的 未出門的 將來大家會看 將來會看 C.I.Ma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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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是C.I.Madam 因為我和她都是警察 但是有一個案件 在屋邨發生了 我們兩個就唯有 扮夫妻 住一個夫妻的公屋 去認識身邊的不同的家庭 去查這宗案件 那部電視劇 我看到這個 那麼散弱 那麼瘦的女生 很難捱 因為我看到她的通告 都真的相當辛苦 主角當然是 哪有得睡的 是連續幾天都沒得睡 當然沒有 我看到她真的撐得很好 這是我很欣賞她的工作態度 再加上 因為我自己演戲劇 我不喜歡跟得很死的劇本 我會自己很多時候突然會爆肚 她會有一個 很喜歡和你叫教徑 即是她不願意輸給你 你這樣批評我一句 讓我想想些東西 先彈回你 變得我們在電視劇中有很多交流的事情 但不是跟著劇本 是你自己的事情 和她自己的事情 拍完這部電視劇之後 也開始成為了朋友 後來她去了足球聖地 是的 我們有看的 她介紹也有聯絡 巴西 然後就這樣 我覺得很好 而且你在微博 有些說話說得很Man 我很欣賞她 因為你們的事情 很多人都很關心 為了最近的事情 是有點累的 但請大家不要再傷害我惡的人 你們有事請你找我 這些說話我又覺得很Man 蕭靖南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那是那一刻的一些感受 因為你又不僅被人拍攝鎮水灣那次 又被人拍了你在飛機 剛好馬航出了這麼多事 所以又被人注意 然後你說了一句說話 我又很喜歡 我故意射下 你說的蕭靖南 你說我跟她在一起 是沒有什麼可怕的 什麼都不用害怕的 因為馬航很害怕 又試過失蹤 然後又被人打下來 很害怕 但是你跟她剛好坐馬航 但你說我跟她在一起 沒有什麼可怕的 對 又是那一刻的感受 你說不擔心 昨天才被人打下來 所以你說不擔心 很害怕的 但一看見她在身邊 我又覺得沒有什麼可怕的 她也在 對 跟她在一起 所以我回了幾個 但她又跟你過招 她又回你一句 又是很感動的 她說 我剛剛發現 很感激 然後感動 你總是奮不顧身 在這些日子裡 其實你給我苦 這個是翠魚BB說的 對著蕭靖南說 你說明天不一定有太陽 但雨後 總會有彩虹 嘩 這句話 她說是嗎 還有一句 是嗎 電影總會有播完的一刻 其實我們也不是這套電影的演員 我們也是觀眾 加油 這就是翠魚BB在她的微博 又回回一句話給你 我又覺得很感動 對 因為當時有很多新聞 很大的壓力 所以我很想去幫她 我覺得有些罵名 有些人不想我們在一起 或者會攻擊我們 我想幫她去黨 因為我覺得她比較 我自然的網見她 就想保護她 所以就寫了一篇文章 因為那些記者也跟得很過分 我覺得當然有壓力 因為第一 你有很多人喜歡 你有很多粉絲 他更加也是 兩個觀眾當然會很主觀 我喜歡的人 為什麼會跟這個人在一起 各自有自己的粉絲支持者 還有其他過了去的事 加上有狗仔隊 你剛才說 日跟夜跟 很大壓力 所以說 因為她開車不好 我怕她會出意外 她開車已經很危險 你再在後面找車跟著她 她又怕又想避 如果想跟著她就跟我 因為她們的記者也知道 那部分是跟記者說的 但是現在 將一件事公開了 我覺得沒有什麼需要再遮掩門門 現在看到大家都很大方方 又不是有什麼人不見得光 而且她們也很辛苦 有時候我看到她們跟得很辛苦 我回家後 也想用汽水給記者 那些狗仔隊去喝 我覺得其實這個世代 如果兩位男主角 女主角 就是你 蕭靖南和翠兒BB 其實都是很正面的人物 很深受觀眾歡迎的 兩位藝人 等於我會想起 像Angelina Jolie和Brad Pitt 他們各自有自己很忠實的觀眾 也相當有名氣 但他們亦互相去愛對方 這件事反而令我很欣賞他們兩位 我覺得為什麼他們自己這麼紅 其實他們要找誰對象都可以 必須要對著那個 其實六七年了 他們在一起 都這麼久 要玩的什麼都夠 接下來可能是感情 我要受氣了 為什麼還在一起 但他們依然結婚 還要在很多自己的子女之下 去見證 然後結婚 我覺得這種感情 令我一股清泉 也挺關烈的 在娛樂圈裡 令我又想起你們 雖然你們還未到達結婚的階段 剛剛開始了 但我覺得你和翠兒BB 都是很受歡迎的 各自有自己的擁抱 但兩個人一起 我覺得是天造地徹 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不知道說什麼 不知道說什麼 多謝你的祝福 真的 我覺得現在這個世代 是應該去接受 應該學習一下蕭靖嵐 如何愛惜她愛的人 如何好好維繫這段感情 好過只顧自己的事業 感情是我們不說的 為什麼呢 是為了感情阻礙自己發展 還是怕感情阻礙自己有其他的發展 其他的感情 所以我覺得專一 其實現在是很難得的事 為對方肯去想 肯去像你那樣 找我了 不要找他了 不要搞他 我也是很男人 所以很多其他藝人都說你很男人 但你覺得為什麼 其實就是這樣 我想是這樣 多謝大家 多謝 嗯嗯 我不知道再說什麼 不過 我想最難過的事已經過了 現在我和他慢慢都比較享受 享受一下這個關係 大家各自各忙工作 如果可以抽到時間見面 那就吃一飯 現在就算有狗仔隊 我想也不會拍到自己的心情 因為這麼難得見到 還要被人拍照 又不拔枕 又是浪費了一些時間 是 其實我覺得這樣還可以專注你的工作 因為不用再沒有什麼事情 還要想 很安定的感情生活 其實對你也是好的 我覺得男人也需要一個很穩定的感情生活 這樣才可以更加做得好一點 如果對方更加明白你的話 當然你找那個對象 是不明白你的 又經常攪著你的 當然那些很辛苦 但如果大家又明白對方 那是一個很大的支持 嗯嗯 蕭聖男是否已經是 眼睛都在笑 但他又不知道在說什麼 哈哈哈哈 我幫你講完 進彩不言中 對於工作 依然都是排山倒海 劇集一個接一個 也是 因為現在都好像安排了三部劇 正在拍攝 一邊排下去明年 還有很多傳貨 所以我很開心 現在已經有四部劇 已經完成了 接下來開始第五部 接下來香港或加拿大的朋友 都會看到很多演出 剛才我說了 這幾部都是喜劇的角色 希望可以帶多些歡樂給大家 因為香港最近不太快樂 是的 需要來 很多環境 大家都很辛苦 好像無法呼吸 希望可以給多些喜劇的角色 讓大家帶來多些快樂 還有我看蕭政嵐 我可以說都看著你出道到現在 你的路一點都不容易走 你是比一般人走得辛苦 但亦都比一般人更多的磨鍊 所以你更加會珍惜你現在所有擁有的東西 亦都肯定你會做得好 將來你會更加做得更好 謝謝 亦都感覺到你是你的了 因為現在這個時間很清黃不折 蕭政嵐我覺得是時候發揮你的長處 是你的時候來了 好好珍惜 好好做 加油 我們每個人都支持你 蕭政嵐 謝謝 謝謝 真的 希望今晚我們很期待你的演出 我不怕 我沒有壓力 唱歌一點沒有壓力 一點沒有壓力 你說你沒有睡覺 但你的聲音依然還是這麼漂亮 我肯定你今晚一定會唱得很好 好 期待你今晚的演出 好 希望蕭政嵐下次跟我們帶上翠月BB 然後跟我們一起聊聊天 好 希望 不是工作也可以過來玩玩 這裡有很多東西吃的 下次多點時間帶你去吃東西 好 一如這樣說 一如這樣說 蕭政嵐 好 謝謝 謝謝